大家好,春光灿烂猪八戒,遭遥闯遥不能停 说李强这个人看上去吐不拉几的 就是一个野鸡大学毕业的 怎么就当官就当到了国务院的总理 这个也是一个有趣的事情 很多人觉得是习近平看上他了 因为习近平当官了 所以习近平就是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 这还有什么好说的跟对人了 这个话也可以这样说 但是跟着习近平混土工体制内的人何其多也 说这几天有一个姓唐的 唐一军早年也是跟着习包子 在浙江一路就混过来的 而且能力,知识,才华,各种年纪 都要比李强要强很多 说这个习包子一开始上来的时候 对这个唐一军是非常器重的 直接就把他调到北京当了司法部的部长 司法部的部长 接下来就有可能升这个什么公安部的部长 有可能就进入政治局了 你说是不是 司法部那是要害部门 结果没想到不知道哪个认他错了 习包子对他不喜欢 一夜之间就把他给贬了 以一个堂堂的司法部长的这么一个正部级的身份 把他贬到江西当江西省的政协主席 贬的是他们的毛都贬光了 是不是 你说一个省的一个政协主席 是五大常委里面最没有权力的 是不是 全国人大 不是 省人大 省政协 省委书记 省长 这四大班子 叫四大班子 还有个武装系统 五大班子 最没有权力的就是政协主席 你好小子也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司法部的部长 正二半年的正部级干部 你看人家 安全部的部长 跟他一毛一样 是不是 也是一正部级 一下子就进入政治局常委 是吧 成为习包子的红人 为什么唐一军就没有往往往前走一步的 就越搞越差呢 是不是 说明这个唐一军这个人呢 没有这个舔到习包子的舒服的地方 是不是 没有让习包子爽 说这个李强 李强想想 他怎么就被习包子就就看中了呢 最近北京在传一个段子传的蛮有意思的 说这个李强早年的时候 孩子做这个县委书记的时候 是吧 那个时候呢 他大概也就是四十来岁吧 然后他也长了养了一个闺女儿 长得是有一分有几分姿色 那闺女儿还未成年呢 就把他带到习主席面前 习主席看见姑娘就浑身就来电了呗 那个小姑娘长得挺可爱的呀 是不是就高兴 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呢 就喊这个习主席呢 就喊干爹 干女儿的意思 所以李强呢 他是靠自己的闺女一步一步上路的 干女儿干女儿 你这个东西你都知道啊 这是中国的一个传统的文化 特别恶心的一个传统的文化 我以前专门写过文章骂这个现象 我写过一句最牛逼的句子 就是说先喊干爹然后被爹干 是不是 那什么叫干女儿是不是 因为有毛病嘛 女儿就女儿 还什么干女儿 看来一下李强的女儿长得的确还可以啊 这个绝对是一美女啊 李强长得不咋地 但是这是个说不好的 他有的时候就是 是不是 李强的老婆长得也不咋地 但是有的时候丑婆娘生乖女儿 那也是有可能的 对吧 反而是两口子长得都花一样的 朵一样的 结果生的孩子不好看 说那个时候的话 一开始喊干女儿呗 后来就被习近平干了呗 就这么一个情况 干了以后 李强还挺挺会来事的 是不是 就是让自己的女儿 跟习近平家里走得近呗 就是不是闺女 甚是闺女啊 自己的闺女不能干呗 细胞子没那么恶心 是不是 但是呢 干女儿就难说了 啊 就不商量了 资源不外流 是不是 自己先享用再说 这种情况 以前在土工的国家 也土工的那个腐败的历史上也有的 所以以前中央军委 有一个哥们叫古俊山 哎呦 一个自己也长得像一个武大郎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是那个女儿长得很漂亮 也是微成年 十七八岁 也处在成年和微成年之间 你知道吗 然后完了以后呢 有一次去给这个徐彩虎拜年 那徐彩虎拜年 徐叔叔 徐 手掌嘛 是不是 就带着自己的孩子和老婆一起 一家人就显得重视呗 套近乎呗 完了以后去给徐彩虎拜年 徐彩虎是个老色鬼啊 是不是 一看呦呦 你这闺女长得很漂亮嘛 这个古俊山一听 哎 这个人生的机遇来了 是不是 去跟闺女做工作 说哎呀 这个手掌喜欢你啊 这是我们家祖坟包园的机会 是吧 你去跟她睡觉 我来给你把风 是吧 这是把 古俊山就把自己的闺女儿 就亲自洗干净了 就送给徐彩虎 还是黄花大姑娘 徐彩虎高兴坏了 是不是 然后又在里面就开始用起来了 啊 完了以后呢 古俊山就在门口啊 就是 泡了一杯农警察 啊 听着自己的闺女儿在里面很痛 嘿 你有点意思啊 北京传的不要不要的 共产党的官场 他就这么恶心 我跟你说 你一点都不 不要以为是埋态他们 一点都不埋态 这是真事 这种事多了个去了 所以有一段时间 不是说这个张张张张高丽吗 跟那个足球运动员叫彭帅 两个人在他的床上 在那里吭吱吱吱吱吱嘛 是不是 完了他老婆在外边在那烧水 在那里泡茶 在那里把风 望风 是不是 喊老公你在里面加油 是吧 这东西很正常 人呢 还是那句话 人呢 为了这个满足自己的最大的欲望 他会尽死于变态 这种事情是真的 别说是徐才厚 别说是习近平 别说是李强 古君山 就我们都是一样的 是不是 你如果是没有一个终极的道德律 在你的心里的话 你为了一步一步往上爬 你什么都你都敢干 那绝对是真的 绝对是真的 说我以前有一个玩得特别好的一姑娘 长得挺好看的 完了以后呢 十七八岁的时候 已经出了非常水灵了 关键是身材特别爆火 那简直是穿衬衣都扣子都扣不懂 是吧 完了以后呢 他毕竟还小嘛 跟自己的父亲就打打闹闹嘛 是不是 就坐在父亲的腿上 就在那里跟父亲玩嘛 开玩笑嘛 结果人家姑娘大了 是吧 搞得这个父亲有反应了 后来这个姑娘就跟我说这个事情 说他爸不是个东西 这种事情多 是吧 多 所以我虽然在那里说这个李强的女儿是习近平的干女儿 这种事情多 还算好的 真的不是为习主席说话 至少习主席没传出他跟他自己的规律有什么 你知道人在权利拥有权利的情况下 拥有钱的情况下 拥有所知识的情况下 人该有多恶心的 真的 我现在每天审视我自己 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如假包含的大傻叉 就是一个有先有罪 无知无理无耻的难人 幸亏这种各种这个无耻的诱惑 没有出现在我的眼前 面前 所以呢 我看上去还 基本上还有点人的样子 其实我自己心里明白 没有任何夸口的地方 纯种垃圾 是不是 人类社会有好多垃圾 这个帕斯卡尔老师就怎么告诉我的 说人类社会就是宇宙中的垃圾 然后我的名言就是宇宙中有万千垃圾 我他妈排第一 习主席排第二 真的 李强排第三 你一定要这么思考 你才能理解 这帮孙子为什么这么恶心 说这个李强的女儿 跟习主席搞伤以后呢 圈子里的人都知道 因为你习宝子喜欢搞女人嘛 他最近搞什么姑娘 大家都知道的 什么蔡奇啊 没有这个机会 因为蔡奇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养的一个儿子 没姑娘 所以蔡奇只能在常委里面 趋于第三 是吧 虽然有权 但是呢 排名呢 李强第二啊 是不是 说这个蔡奇跟李强之间也是有内斗的啊 说蔡奇是看不起李强的 说你他妈李强你不是靠自己的闺律上位的吗 你算哪根葱啊 你那么诸狗不如啊 说这个消息是蔡奇的人马放出来的 说蔡奇现在被他把他搞到这个网络委员会去管网络去了吗 说这个中南海的事情 现在呢 主要是两个人在管 一个人是彭源啊 所以一切太白白 另外一个人就是李强 很多人说李强现在是不是被细胞子能弄的 没有啊 因为细胞子是李强的这个地下岳父 你看看 李强是细胞子的地下岳父 说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事情 后来你这个李强的闺女呢 就没有办法 嫁不出去了 是不是 因为你这么高身份的人不可能嫁给一个屌丝啊 嫁给一个穷人 穷人家出身 一定是要在这个达官贵人里面 至少是一个省委书记吧 省委书记家里选男君吧 选女婿吗 没有啊 大家都知道你李强的女儿 你跟细胞子有一腿的呀 最后就嫁了给外国人 是个英国人 然后呢 搞点生意 基本上也就断了在中国当官发财的这个当官的路子啊 包工程 然后搞了一国际性的公司 就这么一情况啊 我觉得这个消息出来以后很有道理的 关键是他们说是李强的 不是蔡奇的人马 给放出来的 所以我听见这个消息以后呢 我们也是冲光灿烂猪八戒啊 然后完了以后造谣传也不能停 真的是恶心 土工中国啊 高层这种事情多 真的 周恩来当年养了一个清闺女儿是吧 叫孙伟士 周恩来自己把他睡了 把他睡了以后呢 然后要让你觉得他孙伟士长得漂亮啊 说你去给毛主席做俄语的翻译 陪他去这个俄罗斯去出访 毛泽东一辈子就出了这么一次国 在火车上 抗扯扯扯这么长的时间干嘛呀 是不是 然后就看着孙伟士走来走去 还挺性感的挺漂亮的 就把孙伟士给强奸了 孙伟士因为他年轻嘛 他心里念着的是他的干爹啊 周恩来呀 周恩来长得比毛泽东帅呀 周恩来看上去这牙齿不是黑的呀 是不是 孙伟士回到北京以后 就跟周恩来就哭哭啼啼 说毛主席把他强奸了 是不是 结果周恩来不仅没有帮孙伟士去讨公道 而把这个消息来告诉给这个江青 江青的一路之下 就你操你个大爷 你居然勾勇我的老公 然后就找人呢 就把这个什么孙伟士就给干死了 这么干死的呀 拿了这么长一个钉子 从孙伟士的脑门里面 用一囊头 把他把他这个打进去的 直接就把他钉死了 真的 这人那时候有史以来最惨的刑 这个这个私刑 你知道吗 说这个杀这个孙伟士之前 江青给周恩来寝室过的 周恩来同意 是不是 同意 这就是中国人的事情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干的事情 你千万千万不要以为 我是在这里造药传扬 我是在这里恶心他们 共产党的人就这么恶心 而且我这么告诉你 不仅仅共产党人这么恶心 一个人到了这么 当官当务士这么高的级别 如果没有足够的监督机制的话 每个人都恶心 哥你你也会恶心 全世界的女人 不管是年纪大年纪小的 你想睡你都可以睡 你睡还是不睡吧 你就这么告诉我 我就敢承认 我就肯定会睡 但是呢 感谢上帝 我没有这么大的权力 是不是 我这辈子 我连一个家长都没当上 我啥都不是 是不是 我就是一屌丝 没有诱惑在我的面前 所以我勉勉强强强 还算一个人吧 至少我一把年纪的 我没有看见小姑娘 掉哈拉子吧 慢慢就变成了一个 有真操的人了 谢谢